看影片之前提醒大家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继上个星期土团党宣布终止七名倒戈议员的党籍之后 吉兰丹州议长穆罕默阿玛今天在抛出震撼弹说 其中一名土团党的叛将穆罕默阿兹兹 他所持有的能吉里州议席 即日起悬空 他在召开记者会的时候向媒体展示 土团党发出的终止党籍通知信 并且强调宪法阐明 宣委会在接获议席悬空的通知之后 必须在60天内填补悬空的议席 对于这一项宣布 土团党老大穆尤丁特别在社交媒体上发文 感谢莫哈默阿玛的决定 穆尤丁指出根据吉兰丹的州计划 议员在失去党籍之后 有关议席必须要悬空 因此他认为吉兰丹州议长悬空能吉里州议席 不只符合宪法 同时也符合近几年才通过的反跳槽法 他甚至放话说 土团党和国盟已经做好面对补选的准备 那至于什么时候进行补选 则会交由宣委会决定 只是悬空州议席还不够 土团党打些牛乳 而国会议员望塞夫 他在面子书就发文要求国会 也应该要效仿吉兰丹州议会的做法 一并悬空这些岛哥议员所领导的 六个国会议席 他认为悬空能吉里州议等同于 是开创了先例 这意味着国会下议院那边 再也没有任何理由 可以拒绝选空议席了 同时他也点名提醒 国会下议院议长佐哈里说 眼下议长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 只能够遵从法治原则 赶快的选空那六个岛哥议员的国席 不然可能会引发宪法危机呢 那至于作为七名叛将中 第一个失去州习的莫哈默阿兹兹 则在接受媒体访问时就表示说 他对吉兰丹州议会的宣布 一点都不感到惊讶 他批评说 丹州议长草率的宣布悬空议席 已经伤害了当地选民 也剥夺了他们获得联邦政府的拨款机会 因此他将会在明天和律师商讨 下一步行动 并且会遵循法律途径来解决问题 丹州议长这项毫无预警的宣布 在土团党跟国民内部 倒是掀起了热烈反应 不过呢 能吉里州习真的就可以这样悬空吗 吉兰丹真的又要迎来新一轮的补选了吗 宣委会副主席阿兹米沙龙 在接受每日新闻访问的时候回应 当局还没有收到莫阿莫阿玛 有关悬空能吉里州习的相关公函 但是他补充 一旦收到丹州议长的公函 那宣委会就会择定日期开会了 来商讨一下能吉里州习补选的相关事宜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